因为善知识它就是对我们有帮助都叫善知识 也不见得它是佛教徒 但是因为对我们的断我只有帮助 非常好 那我想各位当然要有一个责任感 佛教的希望在你身上 所以你必须孤独的完成 所以我们最近要多回向来 回向战日法师 他现在负责尼泊尔全部 连尼泊尔当地都要他负责 他说这个有钱 所有要钱都找他 并不是我们有钱 而是说在帮忙 因为上回大地震的时候 战日法师就去那边 花了我们大家结合所有的钱 一万七千顶大帐篷 一万七千顶 送了太多太多的米了 几万斤的 现在又要办了 孤儿院已经办了 老人院也办了 戒毒所也办了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一片的要做 尼泊尔的开始 整整整的护生员要开始了 然后将来还要办学校 属于比较国际学校 因为那边出家人多 还有机会来培养中文英文 当然这是一个承担 所以我就拜托 战日法师要多操劳一点 因为缅甸也是我们很大的道场 在那边 所以也要请他多跑 那我认为当然 这个就是一种承担 愿意承担这个磨念 就当然考试会多一点 但是进步的空间就会大一点 所以当然我认为 菩提心还是 在修行上的理论 还是要去观修 而且这个观修 真的不是很困难 就像刚刚那十五分钟 你就把那一整到 刚刚那某些讲 再复习再观修一次 再观 你要把握时间很容易 所以每天你可以做好多次的 短而多的观修 没问题 然后呢 再来就是要很强烈的立他 所以我们叫做事业者 佛形事业者 因为我们在实践 菩提心的事业 所以我们叫慈悲自业 用这个名字要很大胆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联络的法师说 如果你不慈悲 你最好不要待在那边 你可能脚会断掉 你可能很容易生病 为什么 因为你抵触了悲心 我们是用真悲心 要利益总生 不是假的 所以 这个也是一种强迫 我只能说 不慈悲也可以强迫慈悲 很简单 因为不慈悲的本体也是空性 你就 你就 你就强迫慈悲就好了 就长养慈悲 你久了就习惯了 这也是修行 修行就是硬凹 还有什么办法呢 逆挤而行 可能是因为我是被修出来的 所以我比较习惯 所以 就像我师父 礼拜 曾华长老 我都讲了这个故事 他就跟曾华长老说 你不要跟我讲 师父你跟我讲没用 棍子给你 这样才有用 用打的我才会进步 不要跟我说 说我听不懂 我32岁了 老了 32岁老了 师父跟我讲话听 我说师父 我35怎么办 那你看着办 结果我师父 还不是经常被打 曾华长老 交给另外一个会打的 给他打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可能有这个传承吧 所以卢兴长老对我是 语言上非常利 他随时对错对错 弄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的思想 就被他盯得很紧 他从细微的动作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是潮动中的 我们这一派是潮动禅 潮动禅的厉害就是禅修 当然我们各位身为 海啊 战啊 都是有潮动中的 这就是最早的少林寺 这个传承 事实上我从 曾华长老 法证长老 都知道这个都是禅的本体 这是因为以这个去显现 各种不一样的修行方法 如果讲禅 那事实上就是 这样传的大圆满大手印 他必须在日常生活里面 关照空性 所以这个是一种心灵的磨练 当然在这一点 就说我只是在这边说 既然我没有这个福报 听好 这个这么好的教法 然后呢 就希望这个教法应用在 不是对我们这个事业而已 因为我们这个事业是为世界众生而存在 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排斥任何一个应该慈悲或是政治正见的善知事 没有这个问题 特别我们电视台也一直在找这个 但是我当然有些人跟我介绍 这个介绍我动机我都发觉 他只是偏他的道场或上师 我就不太 因为你不是公平性的 因为我们播这个不是给你信徒看的 我们是给大众看的 这个人有没有大众眼光就很重要 所以讲的法是不是 我想同样一个教法 你想的是继续空的众生 你讲味道就不一样 对吧 所以口才大家都很好 但是你对你儿子讲话 那个执着 再好的口才还是执着 因为动机 动机有分别的时候 那就不能说 因为别人就听不下去 再怎么样的邪师都有他的信徒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 所以如续长老讲了 我们讲的法是变虚空法 其实透过卫星都在听的 有形无形都会听的 这个你要注意 我交代这个 要讲到天神也喜欢听 魔鬼也喜欢听 可以哦 不用生不用浅 就是用这种广大的心 要去关心他们 所以当然这一点 我认为就是要磨念 要磨念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 带人接物去祝念 都要一直磨念 然后希望大家被打分数 说你的一段三个月或一个月 你可能请大家帮我打分数 所以我师父都常跟我说 法师唱诵 一听就知道有没有悲心 我都努力听 这个叫悲心 法证长老 法师念佛 就知道他要不要去净土 一念一听就知道 而且这个是叫什么品味的 为什么 法证长老有这种事 因为他是上品上身的人 他当然知道哪一个人 是在哪一个品味 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已经发了上品新的人 他就完全按照五量寿 今天上品上身 这边超精深入精力 他就完全按照这样来做 所以因为他是发这个愿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是说今天做一个法师 联络人 经理 还是主导的 你一定要你的眼界福报 超过别人 所以你不难 你怎么去指挥对方 这一点 你要让你自己提升 也是一种责任 谁是你的依靠 佛 佛你让我一百分吧 所以我在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一百分 为什么 可能我下的座没有一百分 这个时候我一百分 因为我在代替佛 在服务众生 用佛的智慧 这个叫他力 诸佛功德力 但是你要有个义乐力 就是我愿意 这个叫有三力 智力 他力 法力 这样才可以为力一切友情 那你就练习这样 那你这一个钟头可以练习这样 你下个钟头也可以练习这样 就像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那一天 我可以清净心 那日常生活也会 特别我们菩萨戒 菩萨戒就没有休假的那一天 没有说一个月六天做菩萨 其他做别的 因为你受了菩萨戒 就是敬畏来戒 也不是光这一辈子 敬畏来戒 我要保持菩提心 这个要记住 所以各位最好发愿 重重的发愿 因为我生生世世都能够听魂大乘的教法 马上又恢复菩萨戒的戒体 马上又不要浪费 给我做一百个皇帝都不重要 恢复菩提心 开始有点努力吧 走入佛门 世间法这个都是一个分别制作 要有这个决心 授权给佛菩萨这样去 去动 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目前我只能说 我做一个鼓励者吧 因为 但是我希望各位呢 清除一栏 胜一栏 但是我以前有一点急 我经常说 法师你赶快上 上得快要跌得快 所以 为什么因为 我想说 无所谓 后来我想说跌得快也没关系 早一点认识自己缺点吧 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没有面子可言 当然 我必须告诉各位 如果你有爱面子 爱自尊 我都没办法谈 因为这个都是无毒烦恼 这个不行 一个很单纯的信徒 来到我们讲堂 结果被一个 没有菩提心的人 影响到他 认为这个地方 没菩提心 他就走了 难得一个菩提心的来 这是我最烦恼 最痛苦的 断人法身毁灭 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 我老师跟各位说 所以各位这一点 不要耍脾气 不要耍个性 所以千万不要凸显自己 和伤害到别人 我爱漂亮 我爱面子 然后我有个性 问题是别人看在心里 很痛苦 知道吧 很痛苦 别人不跟你说 所以在这一点 特别老实说 有很多居士 把我打回去 海淘法师 我认识你 还觉得不错 但是我到你们中心去 就非常错 我只能跟他说 我不见得是非常对 但是你不要把对方当作我 环境不一样 上面的十分下到下面 剩下两分垫而已 所以各位不能这样 我们代表佛陀 出家 所以我师父常念一下 比丘代表佛 出家人代表佛 所以你在无论如何 你也不要在车上 打瞌睡 掉口睡 因为没有佛在掉口睡 如需长老 千交代万交代 你要睡到很定 算你厉害 不然你没资格睡 吃饭走路 走到哪里都要 很规矩 特别我们以前在恒春 那时在四十几度 已经热的不行 还穿了凉快 照吃饭凉快 你不能显现热 你显现热别人都会很烦 知道吧 所以我每次在上课 最怕底下哪个东西 在那边 哇 可怜啊 底下很热啊 水深火热啊 你会让上面的人很痛苦 知道吧 你再热你 OK 了解吗 就像你在上人墨切的课 再热你 OK 我坐在水深火热 听人墨切说法 你不能依附很耐烦 什么时候下课 睡觉 不要说法有内容了 你就是说尊重就很重要了 所以有时候 你看我这边写 我都是尊重 为什么 我师父说 你看 师父每次讲课 海涛 你看写笔记 我师父喜欢 我就从头写到尾巴 其实我记忆力很好的 我可以负讲的人 但是我就会勉强自己 为什么 师父喜欢吗 当然师父还喜欢什么 我说 就是说他讲完课以后 你马上问 问刚刚的内容里面 他就口末很肥了 就像我们上去 还问仁波切 他就忘了吃饭 来 仁波切 吃饭 就像我各位 我们十二点 跟各位 讲完上面吃饭 要吃到一点多 因为仁波切 一开口就讲 千交代万交代 然后我一点半还要上课 所以这个就是悲心 所以我师父也 你问他一分钟 他回答你两个钟头 不要上班了 我就听吧 所以讲完还不够 一踏到书 交给你 自己回去可以看 因为这是他们的悲心 有人愿意听 老实说 各位如果你做法师 有人愿意听佛法 你会讲到天亮 是吗 因为太少了 他们那个时代 太少了 特别我师父 我老实讲 我认识了我这么多师兄弟 好像喜欢听我师父讲的是我而已 真的 我师父每次上皈依 跑到每半个 就上下海涛一个 又是你啊 对啊 我来写皈依 师父每次重复 我说我每天皈依啊 师父 对不对 我每天皈依几百次啊 师父 所以他都交给我 他们说我 我和我一番 我